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韦小宝的老婆了 你再胡说 小点声 还剩一个 赶紧磕 师傅 您终于来了 我都等了您三天了 是你 我可想死你了 送来你 住手 师傅 你快杀了他 怎么回事 你们认识 就是他在少林寺欺辱的我 是吗 师太 事情是这样的 那日我在少林寺里寻山 偶遇这位姑娘 在殴打两个小和尚 于是乎我就上前劝架 评礼 可是谁知道 他将矛头指上了我 又要殴打我 说要挖掉我的眼睛 我呢 当时手足无措的情急之下 我可能就无意中碰到了她的身子 这位姑娘呢 也就无意中成为了我的人 她很生气 没有关系 你要打便打 你要杀便杀 我都忍着 只要你能出气就行 好的 我现在就杀了你 行了 小宝也是无心之骨 再说了 他是太极 你也不算时间 没什么要紧 师傅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恶心 好了 你们到坟前磕头去吧 喂 原来你的名字叫阿柯呀 真美 既然咱俩那么有缘分 今天就算拜堂成亲了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韦小宝的老婆了 你再胡说 小点事 还剩一个 赶紧扣 李承 你的名字真好听 你那颗柯是哪个柯呀 是磕头的柯 还是死磕的柯 闭嘴吧你 又见面了 你这要是干什么 我要拜您为师 我要一辈子陪着您 守着您 伺候着您 一辈子 师傅 他一肚子坏水 别听他的 想拜我为师 也不算什么坏水 也不算什么坏水 可是他拜您为师 是为了缠着我 小姐姐 你不能因为你长得美 你就不讲道理吧 我问你 是先有的师太 还是先有的你 当然是先有的师傅啦 所以呀 相比之下 在我心里 你并没有师傅那么重要 是不是 师傅 好 我就收你为徒 师傅 受徒儿一拜 你记入我们 为师的法名自许知晓 我法名九难 本门叫铁剑门 你师祖是慕丧道人 所以 我虽是你一股 武功却属于道流 阿柯 你跟小宝 你们俩年纪谁大 我年纪大 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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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先入师门为大 以后 你们一个是陈师姐 一个是伪师弟 是 师傅 陈师姐 师傅 你看他 又想这么便宜 好了 小宝以前受人欺凌 被迫做了太监 不过这样也好 彼此之间不分男女 以后不需顾忌 方便得多 师傅说得是 师傅说了 这样以后我们在一起 就方便得多了 哼 师傅 你看他恶不恶心 一点也不恶心 好了 准备上路 是 赛总 是 师傅 打烈 师傅 我 你 郑公子 你要不要下来歇会儿 郑公子 坐这儿来 好 路上累了吧 我给你倒口水喝 谢谢啊 来 这屋子 喝水 你们这是 要去和建府吗 不是啊 那跟我一起去吧 热闹得很 那什么 和建府在开沙龟大会 沙龟大会 对 不是真的乌龟 是一个大坏人 他的名字中有个龟子 哪有人的名字中间有龟子啊 你骗人 不是乌龟的龟 是桂花的桂 你猜猜看 是谁 吴三怪嘛 不就是 这是卖什么管器 还什么汉差的 没跟你说话 你们抓到吴三柜了 还没有 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去杀了他 要一起去吗 真好笑 该杀人家呢 这位小弟弟是 你才小弟弟呢 我是娅哥哥 别理他 我不认识他 师傅 那我们要不要去啊 小宝 你说呢 我听师傅呢 好 那我们就去和建府瞧瞧 见过各位英雄 师傅 你看见郑公子了 他是不是特别英俊 特别潇洒 你问什么 你问什么 恶心 你能不能闭上你的嘴 瞎了你的眼睛啊 没事 我来报告你 你想怎样 朋友 你怎么骂人呢 骂你 又怎样 还这么横 把他们三位给我请出去 好生招待招待 等等 知道爷们是干吗的 一介屠夫 我没说 这位胖兄 你们之前认识啊 我不认识他 我怎么会认识 这种轻薄之徒啊 那他怎么知道 你是一介屠夫啊 他找打 那就给我往死里打 不好意思啊 别打 妈呀 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 别打 误会误会 别别别 别动手 别动手 别 别别 别别 别动手 别动手 走 好帅 幸福之徒 该你了 我们 借也不说话吧 你想怎样 你们要把他带哪儿去啊 他是你什么人哪 我是他朋友 李梅出阁的大姑娘 哪儿来的男朋友啊 还想出了阁也不应该有男朋友吧 师父 快救救郑公子 你跟我练武这么多年 难道还看不出吗 这些人没懂杀招 那他们会不会为难郑公子啊 那不算了吧 我就说个累 看看能不能把他给捞回来 好 你去吧 你去吧 那我去了是来保护你 有师父在呢 没事儿你去吧 你是好人事的 你去 你快去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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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